相信很多人都吃过油炸糕,而且全国各地做法也不太相同,那今天咱们从家里做一个既简单皮又酥的油炸糕。 家里的最后一点糯米粉全让我给掏出来了,我最后撑了一下是200克,再放15克白糖,2克酵母粉,边到温水边和面。 水的重量我最后用完了,撑了一下大概是180克到190克之间,因为糯米粉的吸水性不同,所以每家糊面的时候也不一定非得看棵树。 只要看最后的面团状态,是这种稍微偏软一点的就可以了。 盖上保鲜膜,饧半个小时。 饧好的面团扒拉一下里边是比较蓬松的。 扎一把面团给它稍微攥一下,用手给它按扁按出一个模型。 再放入红豆沙馅,我还包了玫瑰馅的,你喜欢吃什么馅就包什么馅,或者是黑芝麻的红糖的都可以,自己在家里就可以随心所欲。 最后给它包紧时拍成一个小饼的形状。 锅内的油温升上来,拿一个筷子放里边,看到底下冒小泡泡,油温也就可以了。 把油炸膏一个一个地下进来。 很快它就自己漂浮上来了,记得火一定不要太大了。 如果火太大的话,外边表皮很快就会变黄而且里边不熟。 等油炸膏一面变得微微发黄了,我们给它翻一个面。 最后炸到这种金黄色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。 如果觉得油多,可以放在厨房纸上给它吸一下油分,我们的油炸膏就做好了。 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,表皮是非常的酥脆。 掰开一个看看,里面是满满的豆沙馅。 我先尝一下,外皮是酥脆的,里面是软糯的,还有豆沙淡淡的甜味真的是很好吃。 虽然好吃,但是是油炸的,一定要试料哦。 有时间你们也试吃吧。